欢迎来到生活日记部 宅在家里没有运动很容易发胖 今天就来分享Keep Fit 减肥不用挨饿 让你瘦下来的神秘武器 减重不能挨饿 更不能不吃 而是要吃对食物 让自己有饱足感 吃饱还能够瘦 这不是天翻野谈哦 对于减重者来说啊 吃了觉得满足有饱足感 还能够兼顾美味健康的食物 是最有帮助的 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这些食物呢 就包括了马铃薯鸡蛋 希腊优格苹果 甚至是爆米花哦 都是有饱足感的减重帮手 美国营养学家博士 罗斯 Baba Rowe表示啊 除了高蛋白质和高纤维质 能够带来饱足感 选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 也很重要 热量密度指的是 每单位重量食物中 所含的卡路利 所以呢 密度高等于高热量食物 反之密度低呢 就是低热量的食物了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筛选 美国媒体CNN呢 就推荐了以下这些 最有饱足感的减重帮手 是可以让你瘦下来的秘密武器哦 首先爆米花 爆米花入列 可能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呢 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呀 事实上呢 爆米花富含高纤维质 以及美心猛等矿物质 和B3B6等维生素 爆米花是玉米预热后 爆裂的自然现象 所以含有玉米的天然营养 而且热量密度低 之所以被认为是高热量的食物哦 那是因为我们通常会添加 奶油糖盐等来增加口感 其实原味的气泡式爆米花 一杯热量也只有31卡 比许多零食都低了许多呢 更有研究显示啊 热量15卡的爆米花 爆足感和热量150卡的洋芋片 是一样的 建议啊 调味上可以以辣椒取代 奶油糖盐 除了促进新陈代谢 也有研究显示 辣椒啊可以提升爆足感呢 其实爆米花如果不多加 奶油盐糖 它的热量其实是不算高的 再来就是马铃薯 曾有研究比较过38种食物的饱足指数 主熟的马铃薯得到了最高分 受测试者认为 饱足感远胜于糙米或者是全麦面包 只要不油炸马铃薯 还是淀粉的模范生呢 因为富含抗性淀粉 抗性淀粉指的是在小厂里 不会被消化吸收的淀粉 只要将每天吃的淀粉的5%到6% 以抗性淀粉取代就能达到减重的效果 而一颗煮熟的马铃薯就有3.2克的抗性淀粉 马铃薯还富含能够调控血压的钾 以及抗氧化的维胜素C 而建议呢 将马铃薯带皮吃 纤维质更多 更有饱俗感 鸡蛋 圣路易大学研究显示 每天早餐吃鸡蛋的人 比吃贝果的人 一整天下来少摄取了330卡的热量 鸡蛋呢 含有9种人体 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 除了是维持肌肉和骨骼健康 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这些氨基酸呢 还能够促使身体释放荷尔蒙 抑制口腹之欲 鸡蛋中啊 约有一半的蛋白质都存在蛋黄里头 所以呢 最好不要不吃蛋黄 不过呢 勾胆固存的人 还是要斟酌它的摄取量 炒蛋中加入蔬菜 也能增加饱足感哦 再来有希腊优格 制作希腊优格 使用的牛奶量 是一般优格的四倍 而且呢 制作过程中会过滤掉 液态的乳清 所以吃起来的味道更浓郁 质地更厚实 哈佛学者追踪了12万人的饮食习惯长达20年 发现优格是最有助于减重的食物了 而且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几乎是一般优格两倍 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比较低 自然对减重更有益处了 在希腊优格中加入蓝莓 玉米片或骨类 饱足感和纤维质的含量 都会有所提升的 再来就是苹果 苹果是少数含有果胶的水果 可以降低消化速度 增加饱足感 整颗苹果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完全吃下肚 这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 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吃饱了 远比喝苹果汁 吃苹果果酱更有饱足感 除了果胶 苹果也含有膳食纤维 可以阻止肠道吸收胆固醇 苹果皮则含有多分类抗氧化剂 能够防止自由基损害细胞 防止多种疾病 将苹果切丁 加入沙拉或是切片 加入三明治当中 都是很有饱足感的侵蚀 而燕麦 燕麦就含有抗性淀粉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消化分解 早餐吃燕麦片 比起吃面包等精致的淀粉 饱足感更持久 燕麦的饱足感呢 还来自于高纤维质 以及像海绵一样的高吸水粒 将燕麦和牛奶或水一起煮 燕麦会膨胀 产生一定的分量感 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消化 选择不加糖的燕麦片 血糖才不会飙升 而且可以撒一点坚果 吃起来更具满足感呢 那么果席呢 果席smoothies 是把各种水果打碎后饮用 如果再加入蔬菜坚果 更被称作为绿果席 是好莱坞女性简中的好帮手哦 果席富含膳食纤维 不但帮助肠胃乳豆 更提升饱足感 只要不额外添加糖分 或者是选用含糖量太高的水果 热量相对较低 可以加入优格低脂牛奶 或者是含抗性淀粉的香蕉一起打 喝起来更有饱足感 可以试试吃吃这些好帮手 来帮助你吃饱剪奏哦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精彩单元 感谢观看